台上这位西装笔挺的男子 他是欧哥 本名连衡 三年前跟桃园市政府签署自驾巴士MOU 而他就是被曝陈忠彦 数年前涉嫌接受性招待 关键人物斗哥的老板 知情人士透露 欧哥跟绰号韩总的弟弟台北人 早年到高雄闯荡 从酒店少爷趴车小弟 变成酒店老板和股东 近几年努力漂白转型 经营能源公司 陈宗彦涉嫌接受性招待事件 如连续剧一般 牵扯的人物也慢慢浮上台面 监听一文从哪里流出来 难道跟当年的检察官有关系 他这个案子原本就是检察官 三个检察官他不是一个 三个检察官跟一个检察事务官互告 三审更一审 那这当中他们当然委托一些律师嘛 当事人也会有啦 当年检方调查远警可能接受性招待 包庇酒店业者查妨害风化案件 意外发现当时的台南地检署 主任检察官吴岳辉等两个人 和培市女子共处包厢 承办检察官林仲斌 发现案外案上千成 时间在二零一四年的四月十四日 隔天时任台南地检检察长 费林林合章 但案件最后不了了之 遭质疑吃案 呈前几天费林林不忍了 签结案时费林林已经离开台南地检署 何来吃案或是施压的可能 昔日官员花酒案如滚雪球风波再扩大 TVBS新闻顾首昌徐克成 台南高雄最后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人 staff 与优优独播剧场